总编员书房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众生文化总编辑黄静雅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空中谈心的时间 这个礼拜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 她的工作很特殊 因为她是儿童生命教育家 也是一位儿童禅修指导老师 我们先请舒文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舒文 很高兴来到这里跟静雅 还有空中的听众朋友们见面 很开心 好舒文因为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 我们就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舒文的背景 她是美国加州静心圆圆生命教育机构的 负责人讲师 那也在美国很多个学校的静心课程 担任讲师 那想问舒文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这个机构的名字怎么这么可爱呢 叫做静心圆圆 静心就是禅修静心的那两个字 那圆圆就是方方圆圆的圆圆 为什么叫圆圆呢 对当初想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蛮伤脑筋的 因为是在美国嘛 所以就是以英文的名字是mindful circles 那mindful呢就是mindfulness 一般在台湾就是翻译成正念 那因为我跟孩子们工作嘛 我想正念这个字比较硬一点 所以我就用静心这两个字 那圆圆呢 circles 其实在mindful circles 也就是静心圆圆里面呢 一共有四个主轴 也就是身体 想法 情绪 跟爱与慈悲 那在我的课程的编程里面呢 就包括了生而为人的我们 所有的这四个面向 所以用这个四个面向来谱成 设计我的课程 所以才叫做静心圆圆 四个圆的意思 哦 好可爱的名字 所以很容易一看就记住了 谢谢 那杨舒文老师的书文两个字 书是书符的书 文是语文文 舒文老师 那舒文老师也是我的学妹啊 她也是竹青人魔切的弟子 是 当然她是比较年轻的这一辈 没有没有 所以舒文老师 她同时拥有两个专业背景 一方面就是佛学的 一方面就是在生命教育 儿童禅修这方面的 那就结合这两者 来为孩子们 以及孩子们的父母 或者是老师 提供建议跟协助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 请问舒文老师相关的话题 首先我想问 舒文老师的是 关于台湾或者全世界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忧郁症 年轻化的问题 那先说回我们最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才刚结束 从尼泊尔 家的满度的光明室 听敏舟仁魔切上升起于圆满双运这个课程结束回到台湾 没几天 那在课上面 明宗仁魔切被学生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学生是这么问的 他说仁魔切如果孩子有创伤的印记 或者是极端性格 那怎么样用佛法帮助他呢 仁魔切回答的还蛮简洁的 仁魔切的回答是说 孩子的印记有时候可能来自他很年幼的时候 甚至来自过去世 那过去世的这个观点可能是一般没有学佛 或者是没有过去余世 然后跟今生跟未来世这种善事观点的人 会觉得这个说法好特别 但仁魔切说 现在的现有的禅修 因为需要好好坐下来禅修的话 可能对于孩子太小他们会没有兴趣 那所以可以去寻求聊遇事帮助 我想书文正好是仁魔切建议的对象 所以也很巧我们一结束这个课程回到台湾 就可以约上书文来聊这个题目 那书文也即使是之前 乌金秋望仁魔切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碰过面了 因为他是乌金秋望仁魔切在美国的朋友 是 所以仁魔切在台湾的一些行程 书文也有陪伴一起接待仁魔切 针对刚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又预阵年轻化的问题 像大概书文是一定知道 台湾从去年开始 去年8月1号开始 会提供15岁到30岁的年轻人 青少年 每个人一年有三次免费的心理智商 那会这样做表示说 这个情况已经严重到不能忽视了 所以才以公家的力量 公家的资源免费提供心理智商 然后也是很正向的肯定心理智商的价值 但他同时也反称出 可能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那如果孩子有情绪困扰 会怎么帮助他呢 那你会给父母或老师的建议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参考接近的故事 好啊 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就先针对第一个问题来回答 就是当静雅在尼泊尔的时候 有人问任波切这个问题 那当然孩子还小 他们不太能够像大人一样 借着冥想或是禅修来回溯到以前 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去的生命的一个 看见 所以孩子呢 他们是非常的活在当下的 所以呢 活在当下呢 所以就是现在 也就是正念的意思 所以跟孩子们做正念 是一个很好的切路点 那很多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一般我们说禅学禅修 都是一般大人的事情 那我个人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禅修者 我觉得生命应该从最初始开始呢 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休息 也就是生命教育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 所有有关生命教育的都是佛学 只要我们生而为人 我们就有那一种渴望 想要认识自己 想要了解我自己是谁 所以这个东西在孩子的身上 特别的明显 那如果说生命是一场修炼跟经历的话呢 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越小 开始休息 然后就是修炼跟学习 这样子呢 他们开始在生命中 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把生命教育 所学的东西呢 放在他们日常生活中 这是我个人觉得说 跟孩子们做静心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孩子怎么会静得下来 做下来 其实禅修就是像我们大家都了解的 禅修并不只是双腿交叉 手放膝盖这样的一种打坐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禅修呢 是生活中非常日常化的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我们走入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学习 所以这些都是禅修 对孩子来讲也更是这样子的 那因为孩子他们的专注力 一般来讲年纪小 不像大人可以做那么久 所以我跟孩子们做静心的时候呢 我都说静心游戏 我会把所有的禅修呢 做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让每一个教 每一个练习呢 都非常的具体化 有他们摸得到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大人是常会说 要观呼吸嘛 那观呼吸的话来讲的话 对孩子来讲非常的抽象 什么是呼吸 我看不到啊 我也摸不到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吸引他们的眼球 所以我就会去买那种呼吸球 在英文叫霍夫曼球 就是它可以伸缩 所以我们吸气的时候 就跟小朋友讲说 现在我们吸气 所以这个球它会撑开 就好像我们的肺一样 那吐气的时候 我们慢慢的 我们肺会收缩 然后这个球就会锁起来 所以类似这样子 很具体的 很好玩的 他们手摸得到 看得到 眼睛看得到的 都是他们每一次禅修 每一次静心练习 都会遇到的很好玩的 不能说是玩具啦 不过就是一种 静心练习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是回答静雅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让孩子呢 处于当下这个moment 然后有他们可以上手 可以手碰得到 眼睛看得到的 一些静心的工具 然后可以来经历 这个学习的教具好了 我说教具好了 然后他们可以 一边经历一边内化 感受他们自己 所以这个是我 跟孩子们在做的事情 难怪你就仍不切 会建议要求助于专业 因为专业的疗愈师 或者是像这样的 生命教育的老师 他就是比较有方法跟工具 至少会让你的教具 变得非常的有趣 让禅修变得很具体 我觉得这个对于 想象力不好的大人 应该也很有用 是是是 我跟父母或是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也跟着孩子一起坐 我觉得非常的 人毕竟还是视觉的动物 然后手摸到了 就是感觉不一样 就好像你骑脚踏车 你骑着脚踏车 骑久了 你会骑了 你就很难忘记 所以我觉得 可能自己我曾经也是 二十多年的 蒙特索利老师 所以我的教具具体化呢 也是沿袭于 蒙特索利的一种理念 所以让孩子呢 在幼年早期的开始的时候呢 肌肉就是他们的 大脑的一部分 然后手是很重要的 手是他们第二个脑 所以借由教具呢 把禅修带进来呢 不但好玩 而且很有用 其实茶道也是这么相信的 茶道认为肌肉是有记忆的 你的肢体是有记忆的 你手上做的事情 可能因为脑子忘记 但手记得 对对对 其实静养很有sense 因为我在美国 很多父母就问我说 要怎么跟孩子说 他们要去上一个 这么抽象的课 因为在美国 一般父母要孩子 去上课的时候 会经由孩子的同意 所以他们要跟孩子 讲述一下说 他们要上的课是什么 可是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的 父母都会问我说 我要怎么跟孩子 讲这一堂 要怎么跟他们说明 这是一堂什么的课 那我觉得 我第一个就跟父母讲说 就是跟自己做好朋友的 一堂生命的课 这样子 学着跟自己做好朋友 然后我第一堂课 一般不会直接进入金星 或是我自己的教材 我会用茶道 因为小朋友小的时候 果然 竟然这么巧 对 因为小朋友小的时候 不知道静养小的时候 会不会喜欢扮家加酒 我们都会假装 会有 我们有自然的cosplay 拿毛巾就扎在头上 对 然后我们就会假装 芭比娃娃或是什么 就会假装倒茶 然后假装在喝茶 那其实在美国 我真的就是把我们的亚洲 中国的这种茶道的精神 还有跟茶结合在一起 跟正面结合在一起 所以每个小朋友都觉得 哇好好玩哦 然后你会看那些 金头发 蓝眼睛的小朋友 他们会说 我喜欢乌龙茶 我喜欢纹身包种茶 所以他们在讲这些字眼的时候 都觉得很可爱 那最主要是他们开始入心了 然后他们在泡茶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们说 我们这样慢慢的泡茶 听茶水的声音 看茶叶的颜色 其实这些就是已经在进心了 进心了眼睛 看茶叶的颜色 进心耳朵 听茶水流到杯子里面的声音 然后学习耐心 等这个茶叶慢慢的化有茶的颜色 然后我们去把茶先奉给别人奉茶 然后最后再自己喝 这种就是一种礼貌 跟一种善待别人的方式 所以茶道里面 真的就包括了很多 尽心练习在里面 也勾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这样子 哇这个部分 其实是没有先讲好的 所以我听到也很惊喜 书文算是跨文化的 那个茶道大师 然后没有没有 竟然是在西方教外国小朋友茶道 然后显然他们是很受益 很能接受 是是是 非常 我想这也给父母跟老师们一些灵感 是啊是啊 很多父母也来上父母的课之后 他们都会拍照给我 比如说他们要睡觉前 他们就会喝像那一种花草茶来进心 然后帮助孩子睡眠 所以他们都会拍一些他们生活中 日常在跟孩子在家里 做茶道的这些画面跟我分享 嗯 嗯 也真的很可爱 所以关于 我一开始第一个问题 问得有点沉重 就是忧郁症年轻化的问题 那书文老师的建议是 可以从 从陪伴式的带孩子自然进入 禅修 进入当下的正念开始 你的方法是这样对吗 对 刚刚静养讲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不只是在亚洲 在台湾 在美国也是每年的自杀率 也是节节在升高 嗯 那当我在中国内地出版 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 他们往往会把我书的介绍呢 跟当时的社会新闻 结合在一起 那很多都是孩子们自杀的事件 嗯 大家 大家其实都很心痛嘛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美丽的生命 在年少这么小的年纪 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忧郁 然后 嗯 让他们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 人本这一堂课 就是说 生命的第一堂课 我觉得应该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比如我们开始要学的数一二三四五啊 或是要学念ABC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堂课 就是先来了解我是谁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教育体系 这一块是空白的 所以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有遭遇到很多的精神压力 嗯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 不管是东西方 很多人觉得美国没有 其实也是 就是升学挂帅的一个主轴 所以呢就很容易让孩子 是生活在一种竞争的一个 教育体系里面 那有竞争就有什么 压力 就有压力 有压力就有抑郁 有抑郁就有比较 有竞争就有比较 比较就有抑郁 我不如人这样子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手机啊 多媒体时代啊 每个人都人手一击 所以孩子们 他们情绪这个东西的出口 几乎是没有的 那如果在学校的话 你说 我数学不懂 我可以问数学老师 我这个中文不会写 我可以问中文老师 这个英文 这个句子的文法 我不懂 我可以问英文老师 可是 如果我有压力的时候 我被霸凌的时候 或是 我的爷爷奶奶过世了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创伤 那请问我应该问谁 学校里面有这样一个管道 所以孩子们变成好像一个压力球 那么在这球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受不了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选择自杀 所以这个是很痛心疾首的 那为什么进行或是正念教育会有帮助呢 就好像刚刚跟金阳讲的 我们是从身体开始 那身体是我们人生难得嘛 我们学佛 我们都知道 能成为人来这个世界经历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当孩子们在从小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是这么宝贝的时候 他可能跟这个身体 是没有连结的 所以当压力的很大的时候 他可能就往那个窗户 一跃而下这样子 因为他们有看到 身体这个价值 所以很多东西 孩子们其实可以借由正念 跟尽心的练习 慢慢地发学自己的美好 跟内在世界的富丽堂皇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内在有许许多多的宝藏 可是孩子可能连那个门 都还没有进去之前 有些孩子就决定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真的觉得是很难过 也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 那假设说现在 就是状况题了 就有一个妈妈或一对父母 她发现最近孩子可能 正在有比较激烈的情绪困扰 你会建议他们 在步骤上先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我一直在跟父母 还有孩子们做的一个 关于怎么样来善待自己的情绪 我不喜欢用处理自己的情绪 其实所有的情绪呢 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包括生气 甚至焦虑 我不知道那个 静雅最近有没有看一部电影 是动画片叫Inside Out 脑筋急转弯吧 它第二集 其实我去看这部片的时候 我其实是蛮感动的 其实它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 所有的情绪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即使有的时候你很生气 你很焦躁 其实他们情绪本身是中性的 它其实是站在保护你的立场 可是因为我们身为大人 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 要 比如说 男生不可以哭 哭就是 你就是没有抗压力 或是说 你不应该害羞 你不要那么容易生气 你好坏 不可以这样子 不乖 所以我们其实大人对孩子 在情绪上已经有很多的批判 所以在刚刚静雅说 父母怎么样 或是师长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让父母跟师长们知道 情绪不是一个坏东西 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就是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开始 然后回答静雅的问题 就是当我跟孩子们 在做情绪调整的时候呢 我会跟他们讲说 也会跟父母讲说 第一个呢就是 先看见自己的情绪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看见自己的情绪的 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他会说 我们说你不要那么不耐烦好不好 不要那么容易生气好不好 他就说我哪有 我哪有不耐烦 我哪有在生气 是你比较气好不好 很少人可以从 自我观照里面看到自己的情绪 所以啊 当我跟孩子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第一步就是 借由进行练习来帮助他们 去看见自己的情绪 那当然啦 我就会有一些教材啊 我就稍微用口述一下哈 可能这样子会比较让大家有个画面感 我跟孩子们分享呢 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像一座很美丽的花园 那这个花园里面呢 常常会飞进不同的蝴蝶 有的时候是一只黄色的蝴蝶 有的时候是一只红色的蝴蝶 那我讲这些颜色呢 其实是代表他们的情绪 那我会讲一个故事 比如说 我会模拟一个故事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起来啊 今天觉得天气好好 我心里面飞进来了一只 像阳光一样黄色的蝴蝶 结果呢 我一下床呢 不小心踩到我弟弟没有收起来的积木 结果呢 我踩到那个积木 好痛哦 我的脚好痛 所以刚刚那一只黄色的蝴蝶就飞走了 现在呢 飞进一只红色的蝴蝶 这只红色蝴蝶让我好生气哦 然后 后来呢 我站起来 然后走到楼下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 咦 餐桌上有今天我最喜欢妈妈做的 我最喜欢吃的荷包蛋 所以刚刚呢 那个很生气的红色的蝴蝶飞走了 现在呢飞进一只紫色的蝴蝶 这只紫色的蝴蝶让我觉得 好被爱哦 妈妈有注意到我的需要 然后飞进了一只紫色的蝴蝶 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陈述呢 我就是来跟孩子们讲说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 即使从早上可能八点到九点 我们心里面呢 就飞进各种不同的情绪 所以呢 借由这个练习跟孩子们讲说 其实情绪是来来去去的 好 然后做完这个练习之后呢 我就会敲音波 然后请孩子们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去他们自己心里面的花园呢 去捕捉一只 他们当下可以捕捉到的蝴蝶 然后他们就会 小朋友都很喜欢分享嘛 他们就会举手 然后我就会让他们选 他们想要代表他们此刻心里面的 那一只颜色的蝴蝶 然后让他们去描述 这只蝴蝶是很大还是很小 然后是飞得很轻盈 还是很沉重 那这些方式呢 都其实是引导孩子呢 去看见自己内在的情绪 然后表达出来 很多父母都会跟孩子们讲说 那你今天你在气什么 你今天在学校老师说 你怎么样到底怎么了 像这种问句呢 其实很难让孩子 可以很明确地表达出 他们要表达的东西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跟孩子沟通的语言 比如说情绪蝴蝶啊 颜色啊 那孩子们本身就要用孩子的语言 来跟他沟通 他们就会分享很多东西 所以第一步就是 看见情绪 很好听耶 那接着呢 看见情绪之后呢 看见情绪呢 就是当然了 我们看见了要怎么样 我们要学着接受 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生命中会受苦 其实你仔细看 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 我们想要去控制 生命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 包括我们生病的时候 不想生病 我们觉得 我们的另一半是猪队友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 我们不能接受 当下如是的状况 所以在孩子幼年时期呢 第一个让他们知道说 情绪没有好坏 只是当下的一种呈现之后呢 他们就比较能够去接受情绪 那接受情绪 我又有别的教材可以吗 那我不知道 静雅有没有看过 那个天气转盘 就是在我们育儿园 或是幼稚园的 美国的幼稚园 我们常常会说 今天大家在教室里面 那静雅小朋友 你要不要出去 当一个天气播报员 看一下外面的天气 那回来 跟我们大家讲 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 那静雅可能就会走到 窗户外面去看看 今天外面有太阳 然后有风 然后回来当我们 这个班级的天气播报员 那我跟孩子们讲 接受情绪的时候呢 我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们的天气呢 自然的一部分天气 就是有下雨 刮风 大雷 大太阳 有时候会有阳光 有时候又有风 有时候会下雪 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小朋友出去 就说 下雨了 就说 雨你好坏哦 你不可以下 你不可以下 我讨厌你 我们都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怪怪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去控制天气 对不对 可是我们知道这一点 其实我们内在 也有情绪 我们的情绪 也是像大自然一样 伤心的时候会哭 别人跨越我们界限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会打雷 或是说 我们今天过生日的时候 收到自己很喜欢的礼物 我们觉得心灿烂的 像今天的阳光一样 今天台湾很热 类似这样子 所以 当我们可以接受 外面的天气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可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接受我们内在的天气 它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却给内在的天气 下了很多的标签 不可以下雨 不可以打雷 等等这样子 所以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就是要让孩子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学着去接受 心里面各种不同的天气面向 那同样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会请孩子眼睛闭起来 然后去分享一下 此刻他们的天气博报 然后我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分享 那可是我说 如果你不分享的话 别人真的不知道 你里面的天气是怎么样 那你不能要求别人说 我在生气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不了解 你应该懂我 很多大人都是这样子 你应该懂我 还要我说 可是跟孩子 跟孩子的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你不说 别人真的不知道 所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那当孩子们在分享 他们自己心里面天气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们 他们很想被知道 很想被看见 然后他们会 互相倾听彼此的情绪 然后学习同理彼此 不去批判彼此的情绪 即使有一个小朋友说 我好生气 或是我很伤心 我奶奶过世了 我都会尽量避免说 你好伤心 好可怜 这样子我对那个伤心 就有一个批判 所以我会尽量减少 任何主观的批判 比如说他说 我奶奶昨天过世的 我很伤心 我可能会跟他讲说 我了解那种 失去亲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正念教学里面 老师的互动 跟父母跟孩子的互动 父母跟老师 一定要自我修养学习 这样子切入点 才会更加的到位 所以精心练习 真的是父母跟孩子 一起学习的一个 一生的修炼 以上舒文老师说的 虽然是针对孩子的情绪问题 但我觉得 套用在大人身上 完全合用 我们来快速复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 了解情绪不是坏事 对 它是看见情绪 对 一开始就是先建立一个观念 就是情绪它不是坏事 再来就是 看见情绪 第一个是看见情绪 第一个看见情绪 但是我觉得 你在看见情绪之前 我提到说 先了解情绪不是一件坏事 是的 先建立这个观念 是 然后看见情绪 再来接纳情绪 表达情绪 让你的情绪 能够被看见被理解 然后有然后吗 有啊 然后就是 哎 情绪我们接受了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来善待这个情绪 善待 如何来善待我们内在的痛苦 如何善待我们内在的生气 如何善待我们内在的嫉妒 类似这样子 那当我在跟孩子们练习 尤其是生气这一块的时候 我大概花了一学期 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很多父母都会问我说 哎 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不生气 他们可能想要我的答案是三分钟 一二三 其实教育真的不是这么快的 他可能 就是我们有一句老祖宗的话嘛 教育是百年大业 那即使没有办法花一百年来做这件事情 至少我们要有耐心 所以刚刚静雅说得很好 哎 然后呢 不是这样就算了 因为我们还要引导孩子善待情绪 那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开始 呃 访问的时候 我说有四个圆圈嘛 嗯 身体 想法 情绪 还有爱与自卑 那我给孩子们一个观念就是 这四个面向呢 它就是我们一生的四个附身服务 它是我们内在的四个好朋友 我们要学着跟身体做好朋友 我们要学着跟想法做好朋友 跟情绪还有爱做好朋友 那当情绪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四个好朋友呢 他们就会来帮助我们 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好生气好生气 我就会问孩子 那你会问你身体这个好朋友 可以帮你做什么 我分享一下孩子们讲的 我一般都不会给他们正确答案 我都是把他们跟我讲的 然后帮他们做一个结论 把力量还给他们 不是说我说的算 我给他们力量 我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去经历 然后感受 然后分享 我只是在后面 稍微收尾的那一个人 然后收尾的时候呢 是把他们说出来的话 他们那么有力量的一些话呢 送给他们 当然是他们先送给我 我才能送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 他们内在的力量 那孩子们跟我讲说 第一个呢 我很生气的时候呢 我会去打枕头 因为枕头不会痛 那我就说也很好啊 你没有去伤害别人 你没有伤害自己 因为枕头软软 那有的小朋友就说 那我会去走路 我会出去走路 等我不生气了 我再回来 这也很棒啊 或者有的小朋友就说 那我可能就去运动 我很喜欢打足球 那我就去运动 他们的答案是不是都很有智慧 对 那他们就会把 我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每个人 善待情绪因人而异 比如说静雅 可能是听音乐 我可能是写作 所以没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我让孩子们知道说 你善待情绪 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对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去 感觉你的身体 这个好朋友 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 善待情绪 从身体方面 让孩子们去分享 那想法呢 想法这个好朋友呢 这也是小朋友跟我讲的 他们都只有五六岁 非常有智慧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第一个呢 我可以呢 跟自己讲说 可能是我误会了 然后 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跟孩子学习 就是他不会马上对号入座 他会说 可能是我误会了 我可能要再去问他一下 是不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或是说 也许呢 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子 或者是说呢 我会往好的地方想 他们也会互相帮助彼此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小朋友就说 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那我很伤心 那其他小朋友 就会开始分享 他们的解决方法 他们就会说 那你就往好的地方想啊 我觉得这也很好啊 就是当你有很负面思想的时候 你可以好像换一套衣服 你可以换一件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想法 所以啊 想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情绪呢 我问孩子说 那情绪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你呢 他们就说 做呼吸球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或是听音波的声音 然后我们也会听一些音乐 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说 哎 什么样的音乐 你觉得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会喜欢听 那有的小朋友就会说 我喜欢 静心的音乐 那有些小朋友喜欢听什么 听摇滚乐 那也很好啊 就每个孩子的属性不一样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 最后一个就是爱与慈悲 就是说今天 今天当然我们都有练习的游戏了 今天可能时间也比较短了 在爱与慈悲的游戏里面呢 我让到孩子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天底下没有坏的人 这对小朋友来讲 有的时候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看迪士尼动画 或是看哪一种电影 都说 He's a bad guy 他是一个坏人 所以他们常常就 尤其是到某一个年纪 他们会说 他是一个 bad guy 这样子 那我想跟孩子们分享的 就是说 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 他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一个爱的光 只是有的时候这个光被挡住了 所以他可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所以呢 只是有做错选择的人 而没有一个真正心里是最坏的人 所以当孩子们在情绪 或是说受到别人影响的时候 我就会提醒他们说 他我们要有慈悲心 对方目前来讲 他只是他的那个爱之光 被乌云挡住 所以他一下子没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那我们与其去报复他 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帮他 把这个乌云慢慢地吹走 那小朋友也很可爱 他们也会分享说 可能就是做精心练习啊 或是去给他一个抱抱啊 或是跟他讲说 他这样子会让别人不舒服啊 类似这样子 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 如何借用这四个主轴 一一地来善待我们的情绪 很完整耶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放下 最难的 可是孩子不像我们 那么难放下 他们其实经历了前面三个阶段 就差不多放下 那你会直接告诉孩子 放下这个观念吗 放下他们不太了解 因为放下来讲的话 基本上孩子比我们容易放下的 大概有十倍以上 哇 对 他们不会记仇的 他们就是事情过 心情过 所以这个放下 我大概就跟他们讲 就放松 就说我们谢谢情绪 教了我们这一些事情 谢谢情绪再见 这样子 因为下个情绪又像 情绪蝴蝶一样会飞进来 所以让这个情绪蝴蝶 背走就是一个放下 倒是大人 这个这一方面 稍微需要一点点功课 对 哇 这样就很完整了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英语书文老师对于 如果有情绪困扰的孩子 做父母老师的 可以怎么帮助他 这样很完整 我们今天是不是请 苏文老师 最后就来带这样一座禅修 就是等于也给父母 老师一些示范 如果孩子现在有情绪困扰 当下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呢 苏文老师 是否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啊 我今天不给大家太多 太复杂的东西 我就分享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跟孩子们做的一个练习 然后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练习 叫做数音波的练习 数音波就是当 当我们眼睛闭起来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禅修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呢 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面 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听 我敲音波的声音 那你就慢慢地数 那个音波的声音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帮助孩子 把情绪缓合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吗 好 那我们现在先调整一下 我们的姿势 那跟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有净心做的口诀 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会讲这个口诀 所以孩子们都已经朗朗上口 那我也跟听众 还有静雅在这里分享一下 第一个如果 我们上静心歌 都是坐在地上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 双腿交叉 手放膝盖 背部挺直 肩膀放松 呼吸自然 眼睛轻轻地闭起来 保持微笑 感觉心中的爱 现在我会轻轻地敲音波 请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 静心的耳朵上 慢慢地数 舒文老师在这个静心里面 一共交了几次的音波 当你听完音波的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地举手 跟你身边的人分享 你数的音波的声音 是不是跟它们一样呢 好 我们现在开始了 眼睛闭起来 把我们的心放在 我们心里面的花园 我们一起来数音波的声音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大家一起做这个很简单的音波的练习 哇 其实蛮厉害的耶 这样就专注跟安静下来了 嗯 我想跟俊雅分享最后一个小故事 在疫情期间 很多小朋友没有办法亲自上课 然后有一群孩子 大概五岁到八岁 我们就做线上的这样的一个静心的课程 那开始的时候我也敲音波 然后五岁到八岁的孩子 一群孩子在我前面大概八个 在电脑荧幕前面 我敲了音波 你猜我敲了几声 他们还是安安静静地坐着 你要不要猜一下 好 我说了 一百声 哇 而且我没有继续敲下去的原因是 我怕父母说 怎么整堂课只是在敲音波 然后我就说一百 一百下刚好是一个圆满这样子 可是你可以想象 刚刚我们只敲了八声 可以想象孩子 我们都说孩子没有专注力 这个是我们的方法不对而已 哇 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就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不专注的时代 孩子太涣散了 因为让他们涣散的原因跟环境太强烈了 就是让本来好动的孩子就更加的不专注了 我们就来谈专注这个问题 好啊 好啊 所以朋友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听书文老师来分享哦 我们要谈的是不专注时代 怎么帮孩子帮自己变回本有的专注 嗯 好 谢谢大家 放下放松 让心休息 找回最好的自己 总编书房 我们下周见